是 没想到 幻波公子竟然是雪龙变的 怪不得他有通天的法力 那幻波公子现在哪里 雪龙远距北海现在正在备好疗伤 那幻波公子要不要紧 这一次他伤得很重 所以恐怕一时之间回不了幻波池了 我担心幻波池的水恐怕不如往昔冰冷 水温会持续上升 如此一来月圆之夜凤凰御火之时 就算天魔不来追杀 你也会有危险 那我们该怎么办 如今之际 也只有等待幻波公子 早日重摆幻波池 否则小老儿真是束手无策了 离波 离波 你不能走啊 让开 不要脸 绣灵灯 祖道 烂桃花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当的耶 祝考你再啰嗦 白公主修理你 你来啊 你来啊 不怕你 怎么样 我说红衣公主啊 画是不错 你虽然是天魔城出身的 而且长得还不错嘛 对不对 这个天涯何处无芳草 你为什么要带练 咱们偷偷这朵烂桃花呢 我说小强盗婆子 你为什么不去照照镜子呢 我 我干嘛照镜子啊 我跟偷偷只是兄妹之情啊 我只是看不怪 她被里面几个女人 耍得弹弹转了 小琳达啊 你这么说 就是有点口是心非咯 我 哎呀 要你管呢 认识你们这帮强盗 真是早了八辈子没了 哎哎哎哎哎 倒霉歸倒霉啊 可是你还是不能走啊 哎哎哎哎 我告诉你啊 你最好安分一点 到时候我们偷偷回来 见不到人 要骂我们两个了 嗯 脚长在我身上 爱走不走 随我高兴 至于那个无赖 嘴长在她脸上 爱骂不骂 你们等着看她脸色好了 她做了亏心事 就算你们跪下来磕头 也没有用的 哼 哎呦 哦 越讲越拿俏了 哎 我给你三分脸 你面子就大起来了 哼 哎 你以为我们偷偷喜欢你啊 哎要不是她要帮那只 火凤凰烈火鸟功啊 她才不会留你在这边呢 你 嗯 一个骗子 一个无赖 我再也不要上他们的当 当什么金鱼毛勇士了 哎呀哎呀哎呀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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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看见 哎哎哎 哎哎你不要走啊 不要走啊 哎你不能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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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都走了还脱地脱了呢 神经病 哎哎哎小铃铛 你怎么也有金鱼毛啊 哎 那个女魔头不要了 我来当金鱼毛友是怎么样 好不好看 嘿嘿嘿 可不可爱 可怜没人爱 哎哎哎 cour路你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不要打你不要打 哎哎小铃铛 别跑 我哎哎你不要打我嘛 你儿让你 off mü 哎哎哎托你 哎托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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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托你 哎托你 哎托你 嘿嘿 Forward 吔什么吔什么 我一不再 你们就吵个不停啊 不是啦 那不是小铃铛要起哄的啦 是那个女魔头啊 不愿意住咱们这儿了 小铃铛才跟她闹起来的啦 那红银公主呢 走了 走了 他当然要走了 他说一个骗死一个无赖了 那八红印去了什么地方呢 不知道啊 大概 令玉芳草去了吧 我们快去找他 我才不去呢 我又没骗他又没赖他 他神气什么 我想他是误会我们了 总好 万一八红印真的回了天魔城 那事情就更麻烦了 真好 虎鹰公主 你们一前一后都来自本公主干什么 虎鹰公主跟我们回去吧 天魔派人来追杀我们 你这身验刑会有危险的 危险 本公主宁可死在天魔城 也不愿意在强盗窝里苟且偷生 我们强盗窝可没亏待你啊 是你自己闹脾气 别怪我们招待不周啊 你们 你们这对男女主人做得倒是挺称职的 虎鹰公主 你误会我们了 误会 本公主与你们俩人素无瓜葛 怎么会产生误会呢 哎呀你不要跟他啰嗦了 你越让他他就越神气啊 中行是你自己神气啊 不要以为人家投靠你 你就多了不起啊 本公主有路有家 才不稀罕赖在你那个破山寨里呢 我 虎鹰公主不要意气用事 让开 中行 你不要过来 虎鹰公主 我是真心要成全你跟中行 切莫怀疑 我授你一刀 请你相信我 小心 中行 你让开 这算什么成全 再不让开 我就死在你们面前 看你们多神气 住手 你们住手 要开 你们快把公主放了 铁鹰将军 你叫他们快把公主放了 铁鹰 我要见我哥哥 不知道这一次公主是倦鸟归巢 回来附近寝罪的呢 还是另有他图 这个你管不着 那我只好奉天魔的指令 把你收押了 你敢 我直接受命于天魔 心事不受城主的控制 有什么不敢的 你 你们要把我哥哥怎么样了 城主是安然无恙 我只是跟城主各司其职罢了 铁鹰 此次我带回血凤凰的消息 要请我哥哥捉拿血凤凰 你对我如此无礼 难道不怕触怒天魔吗 公主既然有军情回报 自然由我天魔城统领来裁决 请公主随我回天魔殿见过天魔 请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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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禀天魔 属下已经将叛贼八红鹰捉回至罪了 天欧 是我带回军情 赴京请罪 你大胆邀功 难道不怕天魔降罪于你吗 我 启禀天魔 属下伪身强到窝多食 甚至进退夹击之道 此次回城 必请王兄领兵活捉写凤凰 请天魔明察 八红鹰 你甘冒死罪回天魔城 想必有立功的决心 我姑且饶你一命 你若有二心 我必将你碎尸万对 以致欺瞒之罪 属下不改 属下已痛改前非 若有二心 便遭天魔急刑 好 谅你也不敢 下去吧 是 谢天魔 天欧 属下在 你真功为过 了无大将风范 简直不配当天魔城的统领 属下的确是 活捉了八红鹰回来 住口 等你活捉写凤凰 我希望再来妖功也不止 你且放八红鹰在城内自由走动 看他如何再做打算 倘若他有心改过 我会派你心病捉拿血凤凰 如果他想再耍诈 我就要他死无丧身之地 是 你听我说 八红鹰根本就不喜欢这里 你去劝也是白劝的 都是我不好 你也不要怪自己了 他们兄妹两个 根本就不想帮我们的忙 都是我不好 我不应该不守信用 老是惦记着你 八龙欣为了我 放弃天魔城城主的王位 结果在这里受尽了委屈 八红鹰为了你 不惜牺牲生命 却因为我得不到你的爱 我 他们两兄妹都是为了我 才流离失所 无家可归 现在可好 他们都回天魔城了 都是我把他们赶走的 火鸟族的复国大业 也看来就要毁在我的手里了 没关系 有我在 没有火鸟宫 我们可以另外想一个办法 还有什么办法呢 华伯公子为了我 也差点命赏天魔城 现在别提要对付天魔了 就连月圆之石 浴火解热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先别急 都都会帮你的 华伯公子不在 都都不是正好有办法吗 总好 我越来越害怕 我越来越担心你到底能不能够保护我 为什么你总是那么任性呢 你可以逞一时之气把八红银赶走 你有没有问一问我的想法 好好的一件事 你非要把它弄得不可收拾 写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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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吧 我下次听见就是了吧 你回去吧 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会处理的 写凤凰 要不这样好了 我去把八红银找回来 红银 红银 哥 我听写军师说 你回城受困于摩殿 特别敢来看个究竟 你没事吧 红银 我没事 只是受了一点虚惊 上回你回来 我以为 你已经死了 所以 哥 过去的事不要提了 这些日子 你置身在外 想必吃了不少苦 既然回来 就安心歇着吧 哥 我这次回来 是想求你一件事情 什么事啊 领兵攻打强盗窝 捉拿血凤凰 还有忠好 攻打强盗窝 你不是一直帮着他们吗 连着两次交战 我正想找你问个清楚 怎么 这会儿你要去打他们 他们骗了我 又欺负我 城主 公主想必寄人离家 受了委屈了 哥 我不管了 你一定要去我报仇 红银 近日天魔城内 争权度势 铁鸥 还有蛇魔女 气焰嚣张 兵将们 各个迟疑观望 生怕一不小心 惹来杀身之祸 因此 军心涣散 此刻实在不宜乱动干戈 以免伤了元气 我不管了 你是城主 他们一定会听你的 我自回城受封城主之后 便受之于天魔 动辄备受怀疑 为了保全城主之位 也动不如一镜 以免节外生枝 招来祸害 哥 你怎么变那么胆小啊 枉费我冒着生命危险 来找你 启禀公主 城主却有不便之处 请公主原谅 好 那我就去找铁鸥 他正想向天魔邀功呢 红银 我老实告诉你 我回天魔城 并不想要当城主 只是想要找一个 万全的机会 四季杀了天魔 天魔不除 天魔城一日不得安你 你懂吗 好 那你杀天魔 我杀血凤凰 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不行 万一天魔要我领兵 我岂不落个进退两难吗 天魔一定会怀疑我 好 那就由我领兵好了 请公主三思 不要你拐 军师 你保护公主到我后宫 半个时辰之后 她会醒过来 你千万记住 千万不能让她出宫 招来是非 是 公主 公主 小乌龟 奴才 属下 小小子 公主说了天魔法术 一时无法行动 你随浮野军师 保护公主到我后宫 千万不能让公主 离开后宫一步 是 公主 你好可怜啊 你放心 小乌龟会保护你的 你真的决心离开这里 这里 毕竟不是我们火鸟族人 欺身之所 阿弘 我想八弘一一定认为我在欺骗她 无论如何 你一定要遣回天魔城 向她解释清楚 她贵为公主 从小 食宠而娇 万一她真的生气了 不但你我的生命会有危险 连着一大窝子的人 也会受到牵连 阿弘 我先到山洞去等你 等你有了八弘一的动向 即可赶来跟我会面 然后我们再商量该怎么办 如今之际也就这个样子 我去 我去 我的事情不用你管 事情由我引起的 我来收拾 你只会把事情越弄越糟 总好 还是我去吧 我没有惹八弘一 也许她肯听我的 你懂什么 你有没有听过 解铃铛 叫我绑铃铛的人呢 那你就由我去好了 你又来脚贵什么劲 你要搞清楚啊 我和八弘一 都是同样受你气的人 如果由我跟她拍交情 总比你们去碰钉子 要来的好吧 这没你的事啊 你 钟好 这件事情由我处理好了 你不要再节外生枝了 以后 我永远不会再见你了 你说谎啊 你刚才一直想着 我们这一窝子的人生死呢 我 我是说 除非我们和练火鸟工 除非我们要联合起来 对付天魔 否则 我将信守对八弘一的诺言 不再见你 唉 我就说嘛 脚踏两条船 船一分啊 你就会沉下去了 你少插嘴 你 总好 你不要把气 触在小叮当身上 你要骂 骂我好了 总好 你不要冲动 眼前最要紧的 是想办法化解了 天魔城可能带来的危机 你千万不要陷在感情的泥沼里 否则 只有害了大家 我还要你来教训我 你自己心里没想什么 你自己心里明白了 你为什么老是执迷不悟呢 你让我怎么说 你才清醒呢 清醒 好 你打我 你打我一巴掌 狠狠地把我打醒 最好能把我这条心打死 你打 你不是要我清醒吗 打 真希望他这一巴掌 真的打下去 写方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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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找八红印 快去找八红印 唉 快去门 公主不在你这儿吗 我听说她受了委屈回到天魔城 不过她回了天魔城 不在自己的寝宫 难道又被关进地牢了吗 公主受了惊吓 我命她在我后宫安歇 原来如此 你想干什么 去看看公主啊 看看她受了什么委屈 公主睡了 那可真是不巧啊 我正想问个清楚 看看能不能替她打抱不平呢 公主她平安无事 不劳你费神 诶 城主 我这是为你好啊 公主一定是受了忠豪 那个混蛋的气了 如果 我把忠豪给制服了 把她招进天魔城 当公主的夫婿 你不也正好跟写凤凰 飞上枝头成为连礼吗 否则 你们这对苦情的兄妹 老是情场失忆 多叫人难过呀 你住口 公主不过受那般陆陵满汉挟持 如今平安归来 等她恢复了元气 我就心兵捉拿那般陆陵满汉 到公主面前治罪 你休得在此胡言乱语 城主 方才公主的侍女告诉我说 公主受了天魔的魔法 正在你的后宫静养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公主她 被你囚禁起来的是不是 你为什么要关她 公主复仇心切 因此我怕她误事 不让她乱跑 城主 天魔可是下过指令的 准许公主在天魔城随意走动的 我总是会见到她的 参见君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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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背叩见天魔 奴背有要事禀告天魔 八红英如何了 启禀天魔 天魔命铁欧将军 负责监视八红英 不料铁欧将军却待乎职守 令城主派人半路南下的公主 将公主藏匿于密室之中 没有任何人可以接近探视 铁欧 城主之命无人敢违抗 城主乃是天魔的属下 而铁欧将军代传天魔圣旨 城主竟然抗旨 足见铁欧将军懦弱无能 实在有负了天魔的厚爱 女祭司 你休得在天魔面前重伤我 奴背认为 城主严禁所有人接近公主 其中必有阴谋 其天魔下旨 命奴背奉天魔的指令 前去探查公主的状况 再来向天魔禀报 以谋对策 不 我要亲自查问城主和八红鹰 臣极客奉天魔指令 前去宣招城主 启禀天魔 奴背恐怕同时查询 城主他们两兄妹 恐怕会给他们带来串供的机会 不如命奴背先去带公主前来让天魔审问 而后再宣城主 也好 那臣就临职前去带公主 射魔女 那就命你带武士将八红鹰押来摩殿问话 奴背遵旨 你带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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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武士 你带武士 我带武士 你带武士 你带武士 我带武士 你带武士 为的就是向天魔将功折罪 我相信天魔不会杀我的 因为我对他有很大的帮助 就是取得他梦寐以求的凤凰血 走 母女 你不能让我妹妹出卖血凤凰 绝不能让天魔得到凤凰血 对 血凤凰完了 我们也完了 求我吧 为了你心爱的女人好好地求我吧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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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这样 你 你怎么跑来了 我想你 我来带你回去 我知道你也不想离开我 我听到你在梦里叫我的名字 如果你再过来 我真的对你不客气了 我不管 我一定要带你回去 我不放心你离开我 我答应你 我不碰你 好好跟你练功 我已经叫阿红 带八红鱼回你那去了 你快回去 我偏不回去 你能够忍受 我跟别的女人在一起 但是我不能忍受 你跟别的男人在一起 好 你怎么了 你伤到我的心了 我不相信 相爱的人 不能在一起 就算是死 也要死在一起 我该说的 都已经跟你说了 你要是再逼我 我不但伤你 还要杀你 你爱我 你不会杀我的 你何必这样逼我的 如果我明天被天魔杀了 我看你会不会后悔一辈子